好 消費者真的氣炸了 因為付了這麼大筆的訂金 想要反悔真的沒有辦法退錢嗎 消保法到底怎麼規定呢 帶您來看看 先先我要訂貨 好 訂金 消費者要注意了 當你購買的東西付了訂金 你又反悔的時候 訂金可是拿不回來 因為應不應該還 早點說應該還 因為我不是訂金時工 給你保留一下 沒有是跟你簽契約什麼東西啊 那不合理 為什麼 因為除非說你買很貴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訂這個契約呢 訂金拿不回來 大部分的民眾都不知道 也不認同 覺得一點也不公平 不過小保官解釋 店家不還訂金 的確贈得住腳 如果不是屬於 所謂業者的不請自來的推銷 或者遠距交易 遊過電視購物頻道 的這種交易方式 基本上就沒有 所謂無條件退貨還款 七日內要求退錢的 這樣一個規定適用 根據民法249條 契約 因可規則於付訂金 當事人之事由 至不能履行時 訂金不得請求返還 也就是說 付了訂金等於簽約 就必須履行契約 要求退錢等於毀約 所以付了訂金 是不能退的 一次付金 反而還有退貨的機會 也就是說消費者收到貨物 發現有瑕疵 不符合原本期望 或是出現非人為破壞 才有立場要求退貨 那縱使回到民法的規定的話 法律還是賦予法官 就這種顯示公平的情況 他可以就 違約金的部分去左檢 購物有七天購賞 其適用於郵購 網購及當免推銷 但如果是特地去看展覽 又交付訂金 等於立下契約 後悔了訂金當然得沒收 所以要付訂金之前被三絲 這次請問 我是高孟柔 高雄報導